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完全有本地设计师自主设计的 这一代的My V-Line 它全车系都标配了LED的头灯组 特点就是它能够更省电 而且照明效果也更好 而且无论你是买到最入门的等级还是最高规格的等级 你都一样享有同样的配备 这一代的车型在配备上非常的有诚意 大家可以从画面上看到 无论你是买到哪一个等级 它都统一标配LED的头灯组 也要一点的尾灯组 还有引擎启动按钮 对比第二代的车型呢 在性价比上它非常的有竞争力 新一代的My V-Line 呢 一样拥有两具引擎共选择 排气量分别是1.3和1.5 在1.3的引擎身上呢 它其实是和去年发布的Broadway BESA是共用的 而在1.5引擎的身上呢 它则是和现代的Dolta Vios是同一具引擎 那两具引擎呢都拥有双VVTi的技术 而且原厂号称它的油耗数据也比之前的更出色 在1.5升引擎的身上呢 它的油耗数据超过了每公升可以行驶20公里 所以呢两具引擎一样都拥有EEV的认证 在变速箱的部分 新一代的My V依然拥有五速手排和四速自排的选择 不过呢 手排变速箱只出现在1.3最入门的等级身上 这一台全新世代的B segment国民小车呢 这次拥有全新的外观设计 它不再像上一代的车型那么的高挑那么的圆润 那原厂号车呢 它的车身长度还有宽度都比上一代来得比较大 只不过它的车身高度呢 有所降低 让它的整个外观的造型呢 看起来比较的运动化和比较的前卫 安全是它这一次最大的进步 那无论你购买到哪一个等级呢 车身动态稳定系统都是标准配备 最入门的1.3也有四颗气囊 高规格的1.5呢 有六颗气囊 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它还首次在国产车的级距里面 搭配了一个主动式进阶的安全辅助系统 叫ASA 原厂还为它设下了一个目标 就是要在ASA NCAP里面获得五颗星的满分评级 ASA这套系统呢 是首次搭载在国产车级距的等级上面 这套系统呢 包含了几大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 就是主动式刹车系统 第二个功能 前方碰撞预警系统 第三个功能呢 就是前方车子使离警示系统 还有第四个功能就是防止物彩油门的辅助系统 它的价格介于4万4到5万5之间 非常的有竞争力 那以上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消息 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 就请留守破单汽车资讯网 我们会为大家带来更进一步的消息 包括它的新车发布会 那如果你对这台车有任何的意见 欢迎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Jason 谢谢大家